你家裡的 謝謝你 幫忙 幫忙 竟然是台灣人 好笑 是我講台語 你台語 這麼厲害 一直跟人家說 台灣人他們還是不相信 對 你跟我們主導美女聊天 如果是早30年了 我就要 要畫情面了 海鮮燉飯 嘗嘗看 西班牙海鮮燉飯 西班牙海鮮燉飯 又配上深邃五官 像是正格的舶來品 讓大叔端出的料理 總是很有話題 一開始的時候就覺得 現在滿多人在排 可是好像跟老闆語言不夠 好像沒辦法勾從 所以就經過 對啊 但更多人會買單 純粹是為了眼前這一鍋 現煮的地中海美食 滿滿的料 海鮮 飯又很香 對啊 看了你就想要吃 它的食材配色都很不錯 對啊 然後在這種地方 其實這樣的CP值算很高 不是要邊走邊吃嗎 對 因為我們剛剛吃飽 看特別 再來買一份 來 來 謝謝娘 謝謝 謝謝 菜椒 綠花鹽 番茄 櫁瓜 玉米筍 洋蔥 還有鮮蝦 蛤蟆和薑黃 加上已經化進燉飯裡的香料 十幾二十種的配料 讓西班牙燉飯像是萬花筒 在黑夜裡閃閃發亮 就在跟以前嫌老公一樣 嫌你最喜歡的 不要沒有人做 而且最重要是把一些 健康的東西帶來夜市 因為大家給人感覺夜市是一些 不是炸 就是種口味的東西 所以算是分享 好香 滿滿的 這一夜 希望大家也能換吃別種口味 大叔和太太又忙著做起 義大利奶油海鮮燉飯 其實做料理的話 就是要把所有的 譬如說我們在煎蝦 就是把蝦油煎出來 才會香 對 用一些天然的蔬菜甜 就完全是先來去熬煮的 所以它 就是不會說很膩 一大鍋裡紅色 黃色 白色 橘色 鮮豔色彩 蹦出香氣 每種燉飯都是現場製作 雖然這夜市 但該煎的 炒的 燉煮的 都按步就班 不馬虎 所以要吃就得等 起鍋後動作得快很準 所以我都很認真地看 客人有時候會去放大看 對 他們說 你沒有用到擠瓜 你沒有用到什麼 對 很厲害 他們都會講 他弄紅茶盛行的時候 給你這個收拾 收拾 迷你廚房是備料中正 西班牙燉飯 最大亮點是大量蔬菜 大叔切菜不手軟 因為從小在部落 當大哥的就得就地取材 做飯給弟妹吃 畢業後 跟著師傅學藝 所以中餐 西餐都能上手 待過頂級貼拌燒 還被邀請到南非 組長日本料理店 最主要就是 他們黑白掙錢交替的時候 整個都亂了 原本就有安生要在那邊定居 那邊生活還滿 腳步就不會那麼快 掙錢交換的時候 就一個未知數嘛 乾脆就回來了 也還好有回來了 才娶得到老婆 南半球待了好幾年 年過三十才回到台灣 把一針給娶進門 夫妻倆打拼開餐廳 兒子女兒幫著做外場 最後卻經營失利 那一年不順 連房地產投資也慘賠 一家四口被迫 從透天錯搬進小房子 這才這樣算什麼也是 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計算 因為 你討厭 如果這樣子真的以 粗骨這樣算大概應該有 至少有七八百 真的不會賺 海外賺的錢也都沒有錢 對啊 全部都沒有 沒關係 我老婆講說 其實我們都還在一起 而且有工作做是最好的 對啊 只要能動 就天不怕地不怕 哪怕一個晚上 只賺個兩三千塊 都很開心 大叔的樂觀 與生俱來 你願意能怎樣對待你 你就神樣對待人 耶穌曾經告訴我 要愛自己 要愛靈體 要愛別人像自己 揭開聲勢 有著泰雅族和荷蘭人的DNA 家族成員都有著西方臉孔 大叔的阿嬤更是原住民的國寶 因為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就是日本人 就不再允許像情面文化這樣子 所以對泰雅族 對原住民 甚至對台灣來說 這就是所謂最後一位的 紋面的人物 所以我們都是 他就是我們泰雅族的 一個國寶戰 特殊的血脈 張玉濤像是長了對隱形翅膀 就連女兒都佩服他的 越挫越勇 我覺得我的爸爸媽媽 他們並沒有虧欠我什麼 就是 呃我也覺得沒有說很辛苦 因為我覺得也是一種歷練的方式 因為畢竟我可能以後也還是要養自己 所以我就會覺得 這是一個可以打工 然後可以先試著再進入社會之前的一個磨練 蘭瓜 結瓜 青花 好 差不多了 大師傅等一下 你們還有油 要求 又忘了 對啊 本能啊 又忘記 面試會系的女兒未來想做社工工作 在此之前 先進到微型場域 既幫爸媽的忙 也邊做田野調查 有沒有人定查 沒有人 我都檢查過了 全部下了嗎 全部下了嗎 全部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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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再被餐廳的廠租 人事成本給壓垮 東山再起的大叔 選擇在夜市掙錢 精通異國料理 就把主餐單拉出來賣 沒想到因為差異性 在夜裡成為一大亮點 對 沒有 賣 不是開了 住民的天生色光的天性 真的可以 因為我家人都說 什麼 你們不在這麼多 你還有辦法這樣 不然呢 就是 對啊 其實都會被感染到說 就是這樣 對 是要校長的開心 然後來出攤 還有很多人沒有工作 對不對 他們無心教 我出攤就有了 真的 鍋爐火力全開 每個夜晚在不同夜市跑發 大叔把努力當成一種習慣 而非三分鐘熱度 這是一位父親 給子女們最好的身教 來 一號 謝謝娘 謝謝 謝謝 煮得綿密鬆軟 飄散清香 這一鍋藝人糊一點也不含糊 鋪上紅豆綠豆養生又飽足 此物最讓粉絲相思 它的藝人就是用真的那種藝人 不是那種洋藝人 煮得很綿密 口感滿濃郁的 吃不到藝人那個顆粒感 它已經跟牛奶整個混在一起 在 而且一鍋藝人中 一個一鍋藝人牛奶 但要嘗一口陶客口中的黃金比例 得先記得以下的規矩 不准叫阿伯 不要催催叫 要求笑容或態度 請自動不要買 除了大大的藝人牛奶四個字 店面周圍貼滿千奇百怪的標語 和大字寶 上面寫著讓人火大的規矩一箩 在客人至上的台灣服務業標準裡 這位陶客好像有點特理獨行 好像會罵 但是我是沒有被罵過 就是不要插嘴 他會說下一個要什麼你再回 一個口令才能有一個動作 老闆讓人感覺做生意驚嚇掰 但有趣的是客人倒也乖乖配合 一個接一個像小學生一樣 彷彿生怕踩到老闆的地雷 我說來你就 就直接不用借了叫出來 有的 他還在想怎麼辦 那個排隊排那麼久了 還要再想 剛才就要想好了 越兇生意越好 非典型老闆在講究禮貌的 服務型社會裡 就像保育類的動物一樣稀奇 威牧鎮的直率倒也意外 成了客人的窺其樂趣 抽塑膠袋開瓶牛奶 找錢打包 威牧鎮動作俐落 駕駛十足 不只言語挑釁 連肢體都有細分 有的全工都要來看那個 我們的小孩如果 我都想想來給我鎮一堆魚 我說人家就這樣失望 人家就全工要來看我鎮肉 威牧鎮還自製練拳器具 運動加健身 在江湖走跳 瞻前也要顧後 連偷襲都有防後拳其招應付 這樣直接甩過去了 不要從後面開玩笑 威牧鎮除了個性奇特 店裡面還別有洞天 天花板懸掛一整排涼杯 到處都有反射的鏡子 數不清的電源開關還有十幾台冰箱 處處機關 處處玄機 盡視這個在洗可以看那個監視器 不然你稍微頭用下去人家就叫了 看似大喇喇不被一般的規矩束縛 但衛幕正其實有細心的一面 店面四面八方 各個角度都設有監視器 幾乎全面覆蓋零死角 為的是預防和客人有糾紛發生時 能夠留下公道證據 零零總總那麼多龜毛 那麼多規矩 全都是因為要心無旁駕 不被打擾 專心顧好那一大桶得熬煮八個小時 很難搞的一不小心就會燒焦的藝人 說在煮東西 你一含那個有時候忘記關火 那一燒焦那麼大桶 虧當然都是虧我 時程頒錶排好衛幕正的備料馬拉松 就跟著開跑 一大鍋35斤 得從早上煮到下午 耗費六個小時以上 最後收乾水分 才能換得入口的綿密 這一鍋藝人正奔向沸騰 另一頭紅豆 綠豆 蓮子 也準備水深火熱 如法泡製換得口碑滿意 就有的品質比較不好刻 比較多 要挑到沒有的話 要差不多一個半小時 一天煮到外面 你沒看到那個 煮到整個都掉了 謝謝 衛幕正的老家在南投 他最早在自家山上務農種水果 老家在921地震時震垮了 山上住不下去 他才轉行做生意賣起一人牛奶 從二十幾年前的一個小攤 打拼到現在有了店面 衛幕正有多愛他的工作 根據他自己的計算 曾經連續營業2655天 七年三個月又十天 颱風過年都不休息 除了耐力和意志力 更要體力支撐 將近70歲做伏地挺身 破百下一氣呵成 年輕小夥子沒幾個能追得上 可以啦 三十啦 幾歲啊 之前都五百五十個耶 你這是幾歲啊 六十歲啊 從這裡串的 五百五十個才有串 還是三百幾 現在是都兩百幾而已 雖然伏地挺身的次數少了 但衛幕正自豪對食材和味道的堅持 絕不會變 對 你這幾年了 想不到十五年 在那邊這樣 你身體再多十久 就是要真材實料 你不能說你把頭巾減料 用那個類子的牛奶類子的東西 又把人家凶 那個你永遠就沒有生意了 我用我的我的真心在做我的 對 這家人特地大老遠從海線清水跑來 車程超過三十分鐘 台中中校路夜市頭 逛到夜市尾 為了等他開門 逛到大顆冬 四顆冬 口感很綿密啊 牛奶味蠻重的 你們剛等了多久啊 前前後後 一個小時耶 衛幕正面餓心善 嘴硬心軟 小時候歷經家暴 遇到小朋友都特別的友善 總會給他們一些折扣 紅茶 紅茶先來 小朋友跟我說 我都故意再講大聲一點 那個小孩子他心裡就會非常高興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對小朋友滿滿的愛心 延伸到社會公益 衛幕正每年總會捐三五百斤的米 贊助孤兒院 甚至偶爾發點小紅包 就是一點心意啊 給那些孤兒吃我們的愛心吃 就是我們一定有整年都 那個心情都好好的 每天揮汗如雨 拼命三郎次的工作 衛幕正連坐下喘口氣的時間 都少得可憐 他卻開玩笑說自己老當益壯 結合賺錢和健身比什麼都好 我是師父做人嘛 比較喜歡指揮人家 又有虧 來 後面 可以這樣 每天你要想兩三百個都要 路邊小壇車平到經店面 藝人牛奶軟糊不含糊 衛幕正樂在工作 例行紀律 做生意的方式非典型 但內心的底氣很典型 酒香不怕巷子升 武器才夠大聲 自信東西夠好 搞怪的藝人牛奶 不怕等無人 裡面有 裡面有 裡面坐 那樣的 裡面坐 張畫室的街角 從晚上九點開始 拉出人籠 排隊隊伍還有分流 這一頭等的是這一鍋 另一邊等的是這一鍋 另一邊等的是這一鍋 好 你要點什麼 我要蓮子豬肚 阿豆腐茶 然後人生豬心 跟蒜頭水花 然後還要香菇鳳爪跟九味雞 還有鮑鮑魚干貝 你幾個都點 你這幾個人多啊 七八個耶 七八個 超多的 這個也滿喝湯的 對啊 人家說很好喝 一定要試一下 不會太熱嗎 還好 現在目前幫你包了 豬肚 豬心 肉骨茶 水蛙 還有兩個是什麼 燉湯品項多到附送 還會辣掉 對 顧客點餐的時候 往往要站在整掛的湯排前 徘徊猶豫 我一個苦瓜排骨 三耀排骨 好 吃一碗這個 三耀排骨 三耀排骨 不會太熱嗎 不會太熱 蘿蔔乾好吃嗎 好吃 你看 排骨很大塊 這給你補一下 很燙啊 很燙啊 外衣上湯 這個是雞的耶 整隻雞的耶 從湖裡來這邊喔 對啊 來這邊吃 這麼遠 不會啊 你這個毛巾是 因為要喝湯是嗎 沒有 以毒攻毒 每次來就不一樣 吃吃看 吃一輪了嗎 還沒 還沒吃一輪 湯品太多了喔 對啊 你把他叫他來照射信牌 這樣才會光彈 光彈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那個牛類還有一個 等一下來拿的 等一下 裡面用的有位置喔 裡面用的 王家父子各居一方 一個佔煎台 一個佔湯台 鐵盤和蒸籠 同樣火熱 所以一鍋要煎八九分鐘喔 差不多 因為我堅持的就是 把它煎出 對 所以客人再多排那場 你會再把它煎好 對 不會 不會 習慣了 因為我覺得好東西 東西做的好吃 客人接受力高 對 時間不是問題吧 因為 你時間快 品質不好 都沒辦法 這包買雞啦 雞杜鞭 這苦瓜排骨 這有麻油雞跟做骨茶 麻油雞喔 做骨茶 還有雞骨兩邊麻油雞骨 有喔 這也有 還有鵝跳牆和山料排骨 爸爸你們能去第一年飯吃什麼 沒有啦都一樣 比較多人吃的喔 就是香菇雞藥膳 這類的啦 那再調味一下 加鹽巴和酒 特別 有干貝有雞腿排骨 就比較料得不錯啦 連植人參什麼配料啦 還有豬肚雞爪都有啊 名義上是營業到半夜十二點 實際上十點半不到 湯牌就有一半翻面 牌子翻過來 就代表完壽 所以牌子翻完就可以回家了啦 行動宵夜餐車在七樓下開業三十年 燉湯和珍貴融進了月色和夜色 滋味更加與眾不同 當然街頭夜宴的不凡味道 來自老闆父子白天的辛勞準備 在家嗎 是的 西大夫子 中午以前十七種湯已經一中一中 裝成好料 好 我們就要養殖 我們就要做裡面了 這個要配合 現代人的趨勢 人家要吃什麼樣的口味 我們就什麼鹹鹹什麼 所以三種味道 我們都要演變 這些燉湯 都是老闆王整田 早年在做流水席的時候 得意的秋樓菜 流水席排場文化 是為了能接的廠子 越來越少 太太忽然念頭一閃 有了行動湯車的想法 以前人家在廟會什麼 都要你請人家 這次沒有了 現在都要你請人家 生理有以前的湯車嗎 有人在做流水席 舊了 我們太太是嗎 有 我們就做湯來賣 我們沒頭腦 沒有做一個 做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出來做行李 湯品 湯品 總要搭個主食吧 配上煎到恰恰的珍貴 好像滿不錯的 再來米天天卸模 米漿加入滾水 用力攪拌到半凝固 再放進大蒸籠吹蒸 像奶油一樣滑順的白桂 一層一層的堆疊 這些繁瑣又耗體力的工序 還好兒子王心眼當完兵之後 就單下來做 現在就要退休了 你要退休嗎 對啊 要留給兒子嗎 對啊 給他們做 阿姨沒有你做證怎麼可以 不會 我會做證 幫忙一下 湯台也要換手了 收錢就好了嗎 最好是 有時候 邊邊為什麼要貼掉 因為他熱聽 熱聽他有時候會出租 然後休息 讓他腳都不... 你很龜毛耶 他龜毛啊 他很龜毛耶 都吃了嘛 就是要龜毛 他很龜毛 他很龜毛 腳腳不對也不行 那樣子 超過五六分 好 熱了四分鐘 做快要三十年了 對啊 那不就從小鮮肉做到阿公 後來沒有鮮肉過 他沒有鮮肉喔 從鮮肉啊 從鮮肉啊 什麼 你眼睛不好喔 他是很鮮肉 鮮肉 很鮮肉喔 還好 好了 要吃完了 要吃完了喔 嗯 時間差不多了 王爸爸開始感人 王家的時鐘 比別人快十分鐘 節奏也快十分鐘 東西都有跑到嗎 有的湯 你要看嗎 有 緊張耶 打仗啊 對啊 好 上車了喔 媽媽幾年前就... 就去當仙了 家裡就算有四分鐘 有跟她而已 有做的都紅苔馬出來 是喔 對 剛才那個公布紅苔馬是都出門了 做的生意都入用多飯 那... 比較... 比較糟了 剛才五江你的肩子 這裡的尾 對啊 我也不叫他說 他沒辦法 他一定要做這個 心疼兒子跟著做宵夜場 又有現實的無奈 深鎖的眉頭 洩露了心事 這可以一刮刮 小小的都怕一刮 鍋爐還沒有就位 顧客已經站在旁邊催促 等一下 還沒開始 再等一下 我跳腳尾 王爸爸有自己的節奏 不著急 排隊的時候很多人緊張 怕吃不完 不會啦 每天都是有 照正常應該都會排隊 都會排隊 也是做生意 也是有殷勤圓吹 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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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人的時 有時是比較少啦 大伯德是會有錢嗎 對啦 對啦 以前是我們夫妻做過癮 然後後來是家夫妻 對 幾年前兒子站的肩台 是太太的位置 常年對望的那雙 溫柔眼神消逝了 王整田難言落寞 大男人不會說安慰的提幾話 心眼用行動讓爸爸知道 有我在呢 夢幻祖宗吧 夢幻祖宗吧 夢幻祖宗 行動車上的餐點 也像父子倆的個性 一樣普真 原味的燉湯 原味的珍貴 無需過多修飾或解釋 需要的使細細品味 慢慢咀嚼 易如人生 一支支的廣告布條 旗正飄飄向遊客招手 空氣中滿是各種誘人氣味 交織著熱鬧喧騰 眼耳鼻聲訊息匯集 每個竹山人都知道 今天又是星期四 禮拜四夜市是我們竹山人 晚上的娛樂美食都是喔 星期四對在地人來說很重要 堪稱竹山小週末 因為這一天眾多攤商 從中部各地聚集 合力搭出美食街區 許多老老少少放學後下班後 回家前睡覺前 得來逛上一圈才心滿意足 77號 四四和風煮好了喔 陳瑞恒的這一攤 從下午五點就定位後 就開始打得火熱 左手產料 右手翻鍋 在爐台前片刻不停歇 幾百分 就一直炒一直炒 有時候如果假日的時候 是停下來都已經12點 一個晚上我這樣甩鍋 要甩上可能破千次 一直甩一直甩 一個晚上啊 假日的時候都要熱呼啊 賣的是炒泡麵 看似簡單但藏著專業 豐富配料下鍋熱炒 泡麵下沸騰滾水 三十秒撈起 麵和料再合體 一分鐘就得起鍋 否則就太過軟爛 細節全要到位 才有軟中殆盡的口感 不是隨便喇喇咧 就能有生意搶搶棍 對 爆香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重口味 你不香的話吃起來就 香氣就不夠 像女生就比較喜歡吃韓式 小孩子就喜歡吃 日式的照燒 原味是賣最好的 三杯雞是重口味的最會點 試了兩個多月 從台灣的啊 印尼的啊 各式各樣的泡麵 我們都試過 每天吃 然後吃吃吃 覺得韓國的泡麵比較耐心 看在一陣子 就真的看到泡麵會害怕 很痛 作業是生意十三年 但原本賣的是女性服飾 二零二零年遇上新冠肺炎危機 疫情初期 夜市生意大受影響 原本就對餐飲有興趣的 陳瑞恒心想 反正插到底了 那乾脆趁機轉換跑道 另起爐灶 市場調查過 就是這個東西 比較沒有很多人做 有廚藝底子 翻炒認真勤奮 陳瑞恒的炒鍋 從上陣的第一天開始慢慢加溫 半年後終於火月不歇 成為竹山夜市裡最忙碌的風景 其實麵條裡面 它燙起來之後 它還會有一點點 就是脆口在裡面 所以吃起來會有點QQ脆脆的 不會太暖 剛好QQ 再來就是我點的是三杯雞 很夠味喔 一百分口感很好吃 很香 它的酒炒得都很香 我們已經吃了很多次 真的喔 對 喝喝看我們的奶綠 泰式奶綠 綠茶的部分 跟台灣也不一樣 我要兩個泰式奶茶 好 炒泡麵的爐火猛烈 旁邊另一攤泰式奶茶的生意 過了七點半後 也逐漸走嗨 老闆不是別人 正是陳瑞恒的親弟弟 陳瑞堂 有車禮聯盟 買我的麵的飲料就折五塊了 吃飯算你奶粉嗎 算喝起來的工費裡面去吃 炒泡麵加泰奶 不只策略聯盟 吃飯時間炒麵爐火正旺時 弟弟便是哥哥的火技跑堂 正餐時間一過奶茶忙不過來時 哥哥有空也會轉台幫忙 兄弟不分彼此 要齊心共好 五六都跑去炒盆 南投的炒盆夜市 禮拜三去南投的佳樂福 在我們鄉下 一個地方通常會只有一天的夜市 所以人潮會集中 大城市之外的鄉下地方 夜市通常不是天天有 眾多攤商會一起在幾個固定的點 巡迴演出 陳瑞恒 陳瑞堂兄弟倆 也因此跟著轉移陣地 堪稱夜市遊牧民族 普遍的是生一日的白天 都得在家把晚上的食材先準備好 平日的話 比如說早點回來 我們就會先洗起來 就大概洗個一個小時 大概上床都兩三點 就有點多 就要去市場買菜 賺錢沒有輕鬆 賺錢沒有輕鬆的 但其實陳瑞恒 原本可以稍微鬆一些些 大學念的是會計系 畢業後理所當然 進到會計師事務所工作 是一般人眼中令人羨慕的 獅子輩專業中產階級 收入穩定 前景看好 我比較坐不住 大概半年吧 就覺得很厭倦 進入業界後 陳瑞恒才發現 每天西裝筆挺做辦公室 盯著電腦做報表 規律枯燥到乏味的程度 跟活潑好動 喜歡到處走跳 與人互動的外放個性相去甚遠 知道他做得不太開心 在台北五分埔當陳醫批發店店長的陳瑞堂 於是建議哥哥試試看 跑夜市買衣服 是不是另一條可行的路 我幫他挑 讓他自己也看 然後就兩個人這樣子配合 比較不會害怕說 不敢嘗試新的東西 會想說我試看看 你比較願意冒險 對啊 一個批發一個零售 向下游完美搭配 兄弟倆分享流行訊息 壓低成本創造利潤 合作無間 陳瑞恒甚至開了服飾店 白天和太太一起固店 晚上自己跑夜市 賺錢夜以忌日 不過2020年 肺炎疫情危機突如其來 逛街人潮大減 服裝銷售數字雪崩 讓陳瑞恒再次新奇轉業的念頭 服裝店交給太太 她的晚上賺錢場次 要尋找其他的機會和可能 百貨業大家都一片頭不好 那乾脆就趁那個機會 可能是一個轉類點 就是人家說危機也是轉機 對吃有興趣 加上曾經在餐廳打工過 有些廚藝底子 陳瑞恒鎖定自己愛吃的炒泡麵 努力鑽研口味 雞腸肉比較柴 吃起來比較硬 三杯雞選用帶骨雞腿肉 醃製六小時入味 出攤前先炒八分熟 晚上才能兼顧美味和速度 口味的方面 他比較喜歡多元 我是喜歡半毒進攻 會吵叫 偶爾還是會 看到哥哥做得有聲有色 陳瑞堂也乾脆辭掉 成衣批發店的工作 效法哥哥回到竹山老家 開始夜市人生 以前去泰國度假 跟朋友學的泰式奶茶功夫 剛好派上用場 反正吃的跟喝的 比較容易結在一起 不相搭配 對 不相搭配 夜市熱鬧快樂繽紛的背後 有很多麻煩的事情 擺攤收攤都要時間 要克服陰漏就減的環境 把事情做好端出好料 還有許多臨場應變題 滿意十足的台灣打平精神 午後雷射也居多 夏天的時候 會比較遇到這個狀況 對 很麻煩 包括我們收 擺都很麻煩 沒辦法 夜市人生就是這樣 有樂在其中 在夜市學習累積經驗 陳瑞堂 要用最小的時間成本 邊學邊賺 計畫以後能做到 開炒泡麵專門店 兄弟一人一間 甚至成立連鎖品牌 腦中充滿無限的想像空間 我有興趣的 我覺得可以挑戰的 我都會想去試看看 我覺得人要不怕失敗 要勇敢去做 不被世俗的價值衡量標準綁架 勇敢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陳瑞恆敢舌勇德 兄弟齊心 要齊力賺金 請看 你看看 每一隻雞雞雞 來 小心喔 米糕 米糕 來 再三個小心喔 這樣三點都到了 禮拜六會比較早 禮拜六六點半過後 我們就開始要快轉了 禮拜五因為大家都還有上班 所以時間會晚半小時 大概七點過 好 週五夜的彰化金城夜市說遲不遲 說早也不早 就像李肅如說的 在地人下了班 舒嬅打理好 七點中分秒不差比準時進場 眼看人群衣勃勃勇進 夜市小公主手腳一邊加速 腎上腺素也跟著飆高 因為當你看到人 人潮來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就很開心 就像是大家聚在一起一樣 越忙越開心 因為越忙越有錢 好實在喔 對 有生意才會有錢生意 生意好的話就會有錢 可以養家呼口 這是最重點 來 人生雞 偌大廣場夜市 暖橘色的雞湯餐車 在路口轉角鮮豔處 乍看就像展開雙翅 蒸籠一層一碟堆起高塔 人生香菇 薄皮 麻油 鳳梨苦瓜 黑蒜頭 各式香美雞湯一種口味 一個抽屜 時鐘未到全是客人舌尖上的 十大排行 任誰也無法轉美於前 反倒若是牌子早早少了奶塊 下一秒各式的專屬粉絲 可回跳腳 幾乎每一種都吃過 十種湯你都吃過 差不多 都大部分都吃過 大概都五六吧 五六有空就會來 味道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 味道不錯 雞肉咧 雞肉很嫩 雞肉很嫩 它這邊的米糕很好吃 而且真的用料很實在 太晚來一定吃不到 它每天都限量的 蘇家的雞湯由太太和媽媽聯手 蒸燉 限量的鴨香米糕 蒸米炒料就全全交由蘇建民來負責 和房間小吃店家路邊攤有些區隔 有的是雞湯搭配蘿蔔糕 也有端出樹名滷肉飯當作主食的 蘇建民跟李素如 則是因為上一代專做板豆 所以千絲萬想 那就把阿爸布拿手的鴨肉米糕 克制成獨家招牌 因為這個就是 我爸他們在板豆的時候 就是都有在做 不用再去學其他東西 就自己家裡有在做的東西 老江蝦油乾邊不只切細 還要偏得夠碎 目的是江香被全然逼出 才能不辣不嗆還柔煉彷彿 分批邊香油蔥 炒了鴨肉蒸熟糯米 最後再半條進濃鹹甜甘 都恰到好處的賈船比例醬汁 也是會燙啊 只是那個熱度還沒上來啊 如果它熱度上來也是沒有辦法 所以要加上電風扇 用那個本級的話 你要把它用到全部均勻的話 比較費時間啊 你就是邊用邊看 沒有用到的話 就把它再用一下 比較快 就算有強力風扇輔助 港旗鍋的糯米飯熱得 起碼高至上百度 對常人來說何止燙手 那根本是會燙傷的溫度 不過兒子有鐵沙掌 原來也起來有字 剛拌勻的米高酥媽媽戴上手套 一手秤重一手甜妝 就怕肉塊分得不夠公平仔細 他說這種雞咖工作做了大半輩子 還是靠純手感比較踏實 並且效率快多了 夜市我現在是幫手 他其實要幫我上班下班 我 你是不是歐坦 你還沒辦法 他退休是為了要幫我帶孩子 是 阿嬤娜娜娜娜娜 天津第一 阿嬤娜娜娜娜娜 現在是天津第一嗎 是啊 是啦 娜娜娜娜娜娜是一種幸福 你比較喜歡娜娜 還是比較喜歡板斗做天津 其實板斗就是當天的事情 就很 也是很忙 我們做這個夜市 有的東西可以事先備料一下 比起板斗的這感跑Q 夜市裡的雞湯米糕 形式上看來前置工作 似乎優雅從容多了 實際上以蘇家人的標準來說 倒也不輕鬆 雞腿肉要汆燙過濾雜質 冷卻了 殘毛更得一根一根剔除 燉熬的湯品概略十來樣 推翻你我想像卻不是一字排開 十個生鍋一起熬 而是每一種口味都要分門別類 食材中藥佐料 一種一種下足燉好 所以一家人必須得分兩個班制 先生跟婆婆當早班 禮蘇如倫的則是 午後出車擺攤前 和凌晨兩點後 從夜市回到家裡的戲所善後工作 然後兩點之後的工作 就是都我一個人 其他就讓我先生先生 因為他們比較早起來 那你每天都幾點歲 我都到天亮了 我把所有的東西用好 到準備他們明天的貨 可能都是天亮的 我都可以看到我兒子要上學了 日夜顛倒的夜市人生 事實上對李蘇如而言 並不算陌生 夫妻兩個幾年前就在夜市裡擺攤賣 蒙古烤肉 只不過婚後一雙小兒女相繼出生 除為人母的他心理想者 蒙古烤肉的備料時間長 在夜市時 兩個人又得長時間被綁在攤位上 如果可以換個型態 換點彈性自由 又能延續公婆的好手藝 那應該一舉兩得 翩翩蘇建民工作起來 又歸毛又執著 因為我國中時候就開始叛逆了吧 他說鳳梨 他說只可以生死 不可以煮熟 你老是怎麼說 我就沒有這麼燙 沒有這麼燙 我們就送來就好了 怎麼有事 因為他教 他是看書本 為什麼鳳梨不可以炒 鳳梨不能炒 對啊 我們之前就是 就是有鳳梨炒飯 我家有鳳梨炒飯 你跟我說不能炒 叛逆少年 當年輟學雖不愛念書 但對家裡工作幫忙板抖 卻是任分負責的 或許出自孝順 不願忤逆父母 也或許生在血液裡的DNA 早就因天賦生出興趣了 大家都會叛逆 每個少年都馬會叛逆 多多傻傻都馬會 對不對 就是家裡的工作 我們也是要做 就是說我們時間做完 我們就是出去玩 這是家裡工作 我們也是要做 畢竟是家裡工作 你不對 誰要做 來這個苦瓜雞 這個剝皮辣椒 我老公毛很多 連一個雞毛都不留 他之前要求我 只要讓他看到雞毛 他都會發脾氣的 所以我職場都沒睡 就為了在那邊夾雞毛 他其實很固執 他覺得這個東西 讓用可以很好的時候 他堅持一定要這樣子 滿清爽的 尤其他的雞肉是 油都會去處理過 不會太油 也有過甜 你吃過幾遍 算N次 N次喔 一個禮拜應該都會 吃個兩次吧 清燉豬心 那你覺得他這個湯頭 很清淡 還不錯 雞肉很嫩 那雞肉很嫩 對 超嫩 初穿夜裡 也許正因炸暖還寒 熱呼呼的雞湯燉中 顯得格外魅惑有味 然而撇出聚暖的理由外 白煙蒸騰熟 可也盎然不絕下 一家子的燉湯便必有功成所在 承載那實實在在千億滴煤 卻不論任何時間品來 都有滋有味 謝謝你喔 酒味放晴回暖的週末夜 眼見夜幕台剛升起 想不到夜市裡人潮 轉眼瞬間移籍的寸步難行 尤其黃水龍的蔥膽條灘 向來現揉現炸 應付在地熟客裡當從容自若 偏偏這一碗大爆滿 引來的更多是直勾勾盯著油鍋 吞口水的第一次嘗鮮遊客 麵醬類的 你覺得那個味道 有可能是什麼 就是那種很古早的味道 應該是蔥 蔥油餅吧 應該是跟蔥油餅差不多 所以應該就是像蔥油餅吧 就焦焦香香的吧 火足大量蔥花 木油起鍋後 麵體酷似油條 熱鹽飄散前一口咬下 酥香脆口 冷卻後口感略帶韌進 也依然濕潤清香 蔥仔條顧名思義 無非就是麵粉和青蟲的絕妙合體 它算是彰化人算特色 因為彰化人其實滿喜歡吃油炸類的東西 因為我們肉圓是油炸的嘛 我覺得它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就是比較嫩的蔥油餅 它是長條狀的 對然後有點接近就是你想要吃油條的時候 它就可以滿足 就是很酥很香脆很嚼勁也夠 很香很酥脆 隔天吃味道還是一樣 熱呼呼的蔥仔條 蔥仔味香香的這樣 它的冷氣也是不錯吃 我覺得還不錯 口感還不錯 因為古早味 總是一句古早味 變成了天下真修美傳的代名詞 而若認真論起 蔥仔條還真的在老彰化人的古早味領域裡 佔有一席之地 對黃水龍這一輩的四五年級生來說 蔥仔條如不是埋在豆漿油條等早點清單當中 那就是並列於水煎包等老派五茶的選項裡 這次真的要吃不想不想不想來披披看看 小孩時就都要吃 都要吃的了 對啊 要吃吃吃我們去吃 我們就要去披披披更好 酸魚蒜揉麵 炸麵一的十日約莫近二十年 黃水龍市結束了首枝木餅這一門西洋行業 才开始钻眼葱载条 光是面团餐老面发酵 至少就是三小时起跳 小五百摊前 更要紧一个上午全力备料 挟着葱香发酵的面团 分切前 咸葱再一次煲满 下锅油炸 葱载条 于是随油温烹展开来 与其说它的滋味 介于葱油饼和油条之间 其实和埔里的咸油条 更有同工一曲之妙 要来有俗软刃 让人对黄水龙的用油魔术 实在不得不甘败瞎缝 另外 第一只平底大圆油锅 竹菜煎饼 都齐了青葱 韭菜青菜等五样青蔬 蒸了名的糙皮鸭粿 同样又是一道 年岁近半世纪的销混古早味 冷水 糙皮鸭粿是以前古早的人 叫的不是我叫的 因为这个人煎 我们大人就要煎这个 这个人就说糙皮鸭粿 这是要面杆煎起来的 还学正的 蔬菜加到面糊很 淳朴很简单的味道这样 这个古早味的 就是忍不住每个礼拜六 就会想来买的口感 就是很好吃的味道 三一百 好 谢谢 好 味道一传数十载 王水龙开业后 原先摆摊的位置本在马路街边 渐渐地在地人管教高塞的 金城夜市诞生 这才盼到从生意蛋白区 搬进抢手的蛋黄区里来 入夜后只见汹涌人潮没间断过 金城夜市堪称当今张话最大的夜市了 一周营业四天 黄水龙更是率心就只卖两天 做两天但是 你来站起来 你看看 不是那么简单 不要单纯 人家说看人家吃几件切切 这么多都是说我这样看得好 不然不是你来看得看 你看这个这样看得我 你看得我这样看得好 你如果听我尝试一条 你看得看得看 半退休的夜市摆摊生涯 虽免不了劳力吃苦 但也多亏炸了二十年的葱仔条 早已养出老主顾 南自屏东北自台北来得应有尽有 到那小孩 老婆带小孩来看不上海条 就怎么靠了 我两个 靠过后一星期 老婆来说 他就看不上海条 靠一枚 我决定 他下个礼拜以来的时候我疼他 我不疼他的妹妹子 来妹妹 你们要什么 一条 两条好了 两条 这小时候爸爸会买回家 然后我们就习惯会吃 有时候会常常早餐 很像葱的面包 可是是更酥脆有口感的 他妈吃个饱饱汁 关于记忆中的绝美滋味 他也许不是人人都赞叹 不觉得美味夹肴 但却是十颗心头上 一辈子都愿追随的味道 哪怕时代怎么轮转 都心略臣服 车水马龙的街边 人流跟着车潮比拼 紧邻马路的一瓶小摊 发票号码牌 北一张张拿 创造出日产千个单饼的 惊人评效 第一次可以吃几个 三到四个吧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食量 比较大的关系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出来的 那种口感 就是比较Q 比较好吃一点这样子 客人亦有味境的 正是铁板上热乎乎的蛋饼 张流扇将面糊 抹到薄可见过的程度 再放上葱花 打上一颗黄金蛋 过没几秒 张氏蛋饼就完成了 这个要有胶色 这个是天然的胶色 现在很少有蛋饼 都是这样子马上做的 拿到熟的时候都是温的 然后吃的时候都是烫 烫在嘴里的馅料 他形容就像场音乐会 是有节奏的 薄透的饼皮带有甜味 嫩蛋里还包裹着葱香 简单的点心 入口变得不平凡 这已经是有四十年历史的老口味 从张良山的父亲开始做 原汁原味 从彰化明伦国中 搬来逢甲商圈 老爸的身后实力 让蛋饼前进夜市 尝了超级印钞机 这边可以卖到一千多个 一千多个蛋饼 对 算是全台湾 应该没有 全世界应该都没有人 没有赶得上 那我会开阁 老爸应该也很佩服你吧 没有啦 我真的是 真的都是被逼着走 张良山的蛋饼生意 早已超越老爸 但从零到有 做儿子的不得不佩服爸妈 当年梁老为了贴补家用 农闲时准备卖葱油饼 却意外变成了蛋饼 然后因为我爸爸 他是做农的 他的手没那么灵巧 对 那时候那时候妈妈就想说 还是要生活啊 所以就慢慢再去回溯去开发 去研究这个东西 这个这样子的做法 让爸爸可以 比较顺手去做 一样的食材 葱油饼得用手劲去揉面 为了省力 就把面粉加根多水 变成糊状 独特软嫩的蛋饼 就这么诞生了 看准学生下课后 肚子饿 张爸爸就每天骑三轮车 到园林的明轮国中卖 这一卖 卖了三十多年 相亲学子都是粉丝 一直做到八十岁 离世前的一年才歇手 以前是下课都是包围的 他在那里已经连接到 两代琴三代琴板在那边 然后慢慢地 他在那个树下 就好像是街边 街坊邻居 可以住主的地方 老人家走了 身为主厨的儿子 街坊开店 要让校园旁 阿公腾孙的滋味不中断 为了应付四家店 面糊制作 有了电脑代劳 控温 控量 栽也不是差不多就好 他在教我的时候 其实他有的时候也不愿意说很大方地讲出来 因为他觉得那是他能够拥有的 是他儿子 其实就好像秘密一样 他以前是说几瓢 那我就会说几瓢是大概几多少重量 然后要加多少的数 然后反复去推算 一直去反复推数字 我们把经验转换成数字 其实传承就是这样子 曾经是饭店主厨 擅长广东菜 动辄应付上百桌宴席 十多年的餐饮经验 从大菜变成要做小点时 他知道只有产品提升才能被看见 所以找上台中知名农产食材结切公司 学用产销履历的青葱入料 吃起来更安心 那黎葱一进来 我们就有食品祭司跟胃管就抽检 然后到那个检验 检验农药的部分就来抽检 然后15分钟就出来 然后不合格就是要打掉就要退出 丹底的成分简单到 只有面粉 蛋 油 还有青葱 但一个环节不注意 就可能把老招牌给砸了 一天青葱用量高达100斤 就交给专业 全程18度低温 冷链式处理 送到店头 美丽香气依旧 这个东西请他们来负责 你会赚比较慢不少钱吗 但是那个价值大于价格 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主管 就是要创造出一个价格 那个价值大于价格的一个产品出来 农产公司每天要处理50顿蔬果 张良胜是他们唯一一家小吃摊客户 成了业界向上的试金石 把蛋饼从小乡镇卖到台中亮点区块 老爸其实是反对的 因为过去免租金 到了都市成本支出更多 怎么赚到钱 擅长大数据分析的张良胜 自有一套数字密码 就像你看 这90分钟的红绿针 如果假设 就是以前的那种假日的流量 一开到关 90秒里面 它会有多少人挤进来 站在十字路口 也曾经挣扎过 是否增加培根 火腿 蔬菜 让口味变得多元 但想到老爸的精神 单纯实在就好 所以继续的不变应万变 以前当厨师的时候 每天都在做不同的东西 那我就很欣赏我爸爸在做 一个东西可以做那么久 来自校园旁的午后点心 有老人家为生活找出路的拼见 跟有新一代 勇于突破的心意 这正是薄透蛋饼里 最大的厚度 他们是台来自彰化的流浪餐车 今天在云林 昨天在嘉义 明天也许在台中 不过后天以后的行踪 谁也说不定 唯一能确信的是 糯米茶还没烤热 排队的人就不少 而珊珊来迟的就铁定吃不到 以前比现在更多 真的喔 已经排了四五十个人在那边 所以才会很紧张 看到有人排队没有很开心 开心啊 但是又很担心 因为怕坐太慢 五点来 到家都六点了 现在很少这种排队的人 没来人可能有点 口味可能会合 如果有瓜哥十八还许来呢 还许来包你 那个糯米茶就是 有一种不会说太鲜 也不会说太淡 就是它会给你一种 很开心的感觉 这五项台就神出了 都特别大法 详检午后按常理来说 为了一份下午茶排三十分钟 这可不是解愁上的时髦 但小发财车寸出了香烟 总仿佛魔力洋溢 催人贪蝉 没来游的 一台台温度就往人群使劲 其实还来不及观察 我最近看到很多人在排队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停下来买下 一二三三四 都装五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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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过了吗 没有吃过 怎么知道要来买 蛮多人推荐的 谢谢 那时候我们都用酱油桶 那一天那个产品销量都特别好 都不够 那时候我们就跟客人说 酱油膏怎么不够怎么办 客人就自告奋地说 我去帮你买 那隔了一阵子 我们就插着 刚好没带血用完了 然后客人也说 没关系 我帮你去买 或许正是这一番走到哪儿 都被判后者的肯定 所以餐车出动前 腌肉炒制 半米灌米肠 即便工序再繁荣 无家人一家子忙起来 还是很甘之如鱼 尽管为了采买 有人得大半夜上批发市场 也有人清晨四五点 就得披着夜幕上工 如果要依食物的风土靴考诀 吴妈妈的糯米肠 在阿曼那一带 极有可能就是割刀餐的概念 吴家阿嬷当年 靠着她在市场摆摊为生 卖的是同一位 咸香绝美的糯米饭 也同样有着这一位脆俗坦韧的 聪串肥肠 船到了厨艺更上层楼的 吴妈妈舍无礼 纵然还是古早味道 层次却更立酒迷心了 不知道 因为从年轻度很喜欢煮东西 看美食煮贼木 然后煮东西这样 我八岁就煮饭 我自己煮哦 自己煮饭 妈妈回来说这个谁煮的 我说我煮的啦 我到现在都不退休 八岁到现在都不退休 我说你还想做几年 在做十几年 十几年都九十岁了 没关系 可以动对话就做 工作也是有热气 然的话还可以赚钱 很爱赚钱 对 很爱赚钱 这么爽朗 幽中气十足的笑声 确实是出自内心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这个爱家爱孩子的妈妈 原来已经年近七十 更难预测的是几年前 一家人环境优渥 夫妻俩还在东南亚设厂 做塑料回收 想不到最后却惨赔了近两千万 因为有买土地 结果土地被咬走了 那应该算算 我是做回收塑胶的 然后也有做那个木器的配偿 做了并不如什么理想 因为那边的风食期间 跟我们台湾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贼定说 还是回台湾啦 水土不服 那就专心留在台湾吧 毕竟当时一家人和开的工厂 也还存有那么一家 在自己熟悉的故乡 但和不幸的五年前 获利还是每况愈下 孩子们于是出此下策 搬出阿嬤的老招牌 改以最省钱的模式 开餐车买糯米肠 像我住的那些都没问题 那只要你都打牌 再打牌 再打牌 很爱赚钱 不会说一直想钱 抱着自己身边不会 给家人用啊 对不对 给老公用 给老公用 孩子用 那是很好的事情 老板你怎么那么辛苦啊 我又轻轻轻呢 我又要找到好味道 不是啦 我都说那是那个 起米粿豆豆米粑 虽然幽默爱说笑 但口罩紧紧密封下 吴爸爸说起话来 咬字总特别模糊 正因为不久前 口腔癌动过手术 所以身形也比过去 一气风八时更销售了点 好像小米一样大的 那个白白的 然后呢 然后就想回来台湾检查嘛 检查然后就说是零期的嘛 就要开刀啊 国内国外 前后投资都大失血 那些年负债不打紧 先收却连最基本的本 钱健康都赔进了 但也因为那些遭遇 当人生走过低谷 似乎也没有任何风雨 能再击垮这个人其人目 那段日子辛苦跟现在比 不辛苦啦 因为我爱嘛 我爱我的老公 我爱我的家人 我跟他讲 他要看到我说 你假如不要坚持 一定要坚持 要不然你要走 你一定要带我走 真的吗 对 因为这份生智的爱 后来的日子才足以化苦为干 四年来小餐车居无定所 跟风模仿的 直接开宗名义小学艺的 都不在少数 但生意好到小偷 多来敲门 那真是奇闻 就是那个铁门有被打开嘛 然后后面有两个门 一个没有关上 来不及关 那东西有不见吗 应该没有 因为也不能 不能查解啦 只要食物被偷也不知道 对不对 我只是猜想说 应该是冲着那个香料来 自从厨房遭窃后 这个做母亲的就更加谨慎了 餐车前和气迎客 但对于来者不善 只求拆解秘方的 可就不是同一张笑脸 那因为每个人 因为要保护孩子啊 保护孩子永远有钱花 这个是一个做母亲的想法吧 就这么简单 她有要走这条路的话 永久就有饭吃 不论是刚毅还是柔软 最终不过是一个妈妈 历经绝处后 不得不竭力守护家人的身段 靠台上 箱子淋漓的糯米肠内 灌满的是丰盛的爱 至于另一位外人吃不出的 则是内抹 卑鄙寻常的知足跟勇敢 充满工业风的开放式厨房 主厨阿元领着伙伴们 张罗着出餐 首先登场的是 乳过又煎过的乳味黑白切 这是老卤 老卤我们有加新的 因为我的家拉豆瓣酱 猪雪糕 海带 百叶 糖心蛋 还有长达72小时 低温烹调的梅花肉 层层叠叠叠堆得像做小山 那场忙着备餐时 顾客也像在看场装置艺术秀 重点还能跟阿元谈天说地 吃不太忙了 味道不对都直接跟他反应 是吗 其实都可以 有客人就直接跟你反应吗 目前为止是还没有这样 高脚椅 长行吧台 毫无界限的用餐空间 让主厨和顾客零距离 边吃边回味米达才会有的古早味 尤其意面还是套餐里的主角 我把南投小吃融入我们精致料理里面 然后就是把它精致化 让大家能吃到就是比较贴近大家的口感 跟亲民的价格 原本晚上做无菜单料理 但南投出身长大 就想发扬家乡好味道 才会腾出中午空档 以西餐手法做起意面套餐 其中意面上的经典肉灶 下锅前可是先经过 酱油 米酒 胡椒腌制过 这是西餐料理才会有的步骤 肉灶就是意面的精华 我们有做两种寿司 因为我从小我们家的意面 我们自己其实没有放肉 我们其实就拌酱油糕 米酒跟麻油而已 那我有用一些我们家吃法下去 所以我们有两种寿司 一个是肉灶跟一个意面的寿司 所以我们光拌那个意面寿司 就已经很香了可以直接吃 越简单的东西 其实背后的技术越不简单 肉灶的话那也是非常香 所以它那个肥瘦皮 几乎尝不到太多肥的部分 我想应该都化在那个肉灶汤里面 一个糖心蛋 就是它用绍兴酒去做提味的很精致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师傅 他们在备餐料理的过程 用多少的时间多少的温度 去把我们认为很普通的食物 去很尊重地去面对它 尽管是树米小吃 但每道菜色都经过食材严选 繁复烹煮 甚至以低温处理牛肉方式 来对待猪肉 鸡肉 从辣酱到各式油醋酱 开胃前菜 主菜 小菜到最后甜点 都是数分计秒精致而成 日本的厨艺训练 让餐台上的食物 规格 口感 达到一致 这个是虎皮鲜虾卷 白虾嘛 然后我们就稍微腌过这样子 是韭菜 然后笋丁跟嫩酱 它里面有加一些就是胡椒粉 鹽和糖 还有一些香的它去腌制 就很一板一眼 很龟毛 龟毛 对 做事情非常龟毛 就是它这个菜 就是你不能切乱切啊 有一次我切洋葱 就差0.2 0.3公分 0.2吧 它就只要全部打掉再重切 山珍结合海味 再用虎皮一卷一卷慢慢包成 伙伴们的慢工细活 让每个虾卷每一口 都能有满满海味 我们是用软虎皮下去把它卷起来 就是它会带一点椒味 就是炒回答 比如就是台北你们 常喝那种炒回答豆腔的味道 上桌前得先半煎炸 再经过高温烘烤 才能展现食材特性 过去在米其林名厨 侯不凶法式餐厅的同事 也被阿源网罗 不入负责做的是盐水机 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用西餐的手法 所以我们肉质会吃起来比较偏软 用低温的方式这样去做 柜丁机比较特别的是 它跟一般的肉质不一样 它的皮比较薄 然后肉质也比 肉质吃起来比较甜 餐后甜点 红豆粉圆豆花 糖水使黑糖桂圆熬煮而成 特别加入酱油 冲淡甜腻感 纯手工制成的还有 中兴新村的小巧冰砖 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茶叶 然后把它打成粉状 对 然后会增加整个香气 我们不过滤 所以红茶的香气 也有客人说像喝起来 吃起来会有点像奶茶的口感 因为毕竟它是跟鲜奶 要有鲜奶油去做结合的 对对 也有人说它像奶茶的冰砖 但我们还是成为鲜奶红茶的冰砖 在活不休法使餐厅 训练有成的同事给了最大助力 帮助阿源完成开餐厅的梦想 从小因为妈妈手做面包 因而开启料理梦 为了晚上的无菜单料理 还在南投老家的顶楼 种几块一百种的食用花和香草植物 当农夫不是我的职业 因为我只会煮菜 对那因为就是看到很多像欧洲或日本 他们其实很多厨师都会结合 就是自己的食材自己下去摘种 因为我们做精致餐饮的话 其实我们会需要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既是主厨也是位圆艺家 还得懂得长白草 每天到台中餐厅前 就得先把植物园巡过一轮 有的该喝水 有的需要把草 一草一叶精心照顾 等待时机成熟 就把最鲜嫩的花草 做成充满意大利热情的花园沙拉 如果是二三十种来说 它会一直相承的效果 对你吃完口中的变化会不太一样 你吃下一口可能又配对到另外一个香草 或花卉 它味道会一直造成很多种层次的碰撞 我们会淋上就是像我们自己炼的香草油 那它里面香草也是大概四五种左右 加上橄榄油 那比较好的出炸橄榄油 那它我们这个橄榄油大约有一点就是 有点青苹果味 父亲是位成功商人 从不设限孩子要走什么路 毕业后给了一年生活费 让阿元去日本钻研厨艺 早上念语文学校 晚上在米其林餐厅工作 日本人做料理精神 激励他不断朝目标前进 早上去都会跟大家打招呼 那你不能很没有精神 我就刚才这样讲也不行 这样也还太小声 然后你要口齿清晰 如果没有口齿清晰 他也骂你 他就这样也说再一次 然后讲到还满意为止 所以怎么样是满意的 他就很有精神就 谢谢大家 就这样 所以光这个就被骂了多少 就被骂三个月了 台湾学的是中餐 日本学西班牙菜 意大利菜 职人的龟毛烙印在心里 回到台湾 在住宅区的老屋里 中西融合 屋子虽有框架 但料理创意没有过界 没有吗 要几碗 你要几碗 要小菜吗 一练排开 数不尽的脚白瓷碗 平均不到三秒 甜好 最满 送餐一次就是两碗 碗内圆滑 而又粗短的大黄面条 挟着阴晕勉强 再塞进大坝的油葱跟韭菜 专属老台中人的早午餐九点才开卖 果然已经引来数十张熬熬带补的嘴 因为她说 这里以前是在做都是种田的 然后就是吃饭比较不容易 然后就觉得这个好像蛮 就是给大家务浓比较好 比较方便吃 岁月的步伐太快 快的几乎让人遗忘 原来她曾经也是隔道餐 如果说大面羹 跟台南人的蛋仔面有些为同 铁本们可能不太服气 主食同样是面条 也同样少不了几样招牌小菜 上桌点桩 但她却偏偏独有 不媚众生只媚一人的内抹宴 因为那个就是每个地方 每个地方有它的特色 所以我们在地的 就是喜欢吃这个味道 都北过丰园 都没有那种味道 对 那哪个王子 彰化 所以彰化还有王子吗 很少 几乎没有 就接受度而言 南不过彰化北不过丰园 说穿了就是过了这县市 其他地区很难有人爱得上 面里那浓郁的姐 台中人比较喜欢这味道啊 外地的就 外地的好像就不太能接受 而八年级的陈冠章 则是从阿嬷推着三轮车 起家做生意时 老早就习惯 特制的大黄面若不放简 那怎么会是 台中人记忆里的大面简 年前吃的 从开始的时候 那些开店的时候 它又十米才 对 它有一种蛋味 蛋的味道 然后还蛮好吃的 我是觉得还好 可能因为它有那个油葱 所以它其实有盖掉那个味道 我是觉得还蛮好吃的 对啊 大家来嘛 人 到时候要不要人 都提饭吧 都提饭了 那边来啊 边来要 一边都要来一边 总是 为了供应每天 第一批上门的早鸟 陈冠章八点不到 就得站在果鲁前 煮好第一桶黄成成的大面 清水煮熟 再倒进前一晚 以酱油做基底熬好的高汤 因为 这东西就是惊艳吧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面很怪 它 你火 要控制的恰当 它才会膨起来 就是太大太小 它都会 对啊你假如火太小 它不会膨起来 又 就是那个面 等下煮熟会很硬 就不好吃 其实在面条的制成放碱 并不是大面根的专利 举例玉里面 油面 甚至是部分的日本拉面 也能找出碱的踪迹 过去农村时代农蛮后 这一碗蜂窝 既能增加饱足感 又足以抚慰辛劳 只不过端上做前 调了酱味的油葱可不能少 因为其他的大面根的店 都有那个 菜脯 菜脯 对 不然就是会有虾米 那我们家就都没有 我们家是只有一种 就是油葱 油葱 灵魂应该就是那个油葱 陈冠张手里的夹传味 跟台中其他几家老字号走的 确实是不同路线 高汤既不用大肚 配料也不见 萝卜干或虾米 唯有撒下的韭菜段 豪气爽阔 仿佛不用钱 最后老台中人的习惯 则是在一口就碗 准备搭鸡五脏妙前 至少放上俩吃的甜辣酱 好像碗里少了这个颜色天坠 再仿真也会走味 十个应该九个都是这样子 我自己只是觉得 就好像多一个味道 就是会多一个层次 对 但是又不会口味太重 对 莫许香丑里 那一份借不掉的味道 就来自三代家传 自制的甜辣酱画龙点青 又或者是阿嬷那个年代 才捆得出来的 杂实又鲜脆的炸韭菜卷 就是每个人的那个口感 因为我们这个韭菜条 就是很新鲜啊 每天现炸的啊 所以我们面也是有韭菜啊 所以就是喜欢吃韭菜的人 就是喜欢这个口味 小时候是不会这样做 但是就是会被叫进来学 那样 我们家每个小孩都要学 之前就有时候学校放假 就会在这里帮忙 休假就要帮忙 所以也没什么机会在外面工作 年代有远的古早味 按常理说应该离八年级生很远 但对陈冠章来说 这是家的印象 往后也很难回别的了 原以为大命跟贪随旧时光走远 富丽难在了 没想到回家牵手五年 环境竞争还更激烈 印象中是没有了 印象中 印象中是没有 也没有很多间 反正现在好像多一点点 想不开 想不开 就很累 很累很累 超累的 就做晚上好像就笑不出 人家约你 朋友约你都不想出去 累 从一心想脱逃 到任分的只想好好助手 他的心境转折 大概也是当下 许多新鲜人的心生吧 有没有 就是长大了 比较会想 有些外面冲野真的不容易 就是家里有留一个这么好的环境给你 也是还不错 因为知道浅的重要性 也许不是每个掌勺人 对老味道的情感都丰沛汹涌 但多亏了对家和土地的依恋 美好方才亘古不变 在台湾的美食地图里 白白种的庶民美食 总有几款留存在心中排行 最经典传统的古早味 桑花三宝 每个城市的街头巷弄 交织出在地的美食文化 和走过时代的点点滴滴 彰花的美味代表 也有属于自己的三宝 肉圆 矿肉饭 和走过百年时光的 猫鼠三宝面 我输的时候也有来吃过 对 然后就会记忆说 这间的面好吃这样 真的就会觉得好吃 就是它的汤 好喝 超好喝的 我曾小姐吃到蚝蚝蚝 你说三十年了 好四五十年了 多好吃啊 那个丸子是香菇共丸 但是今天不能吃太多 已经吃太多了 你去搭了不可以吃太多 所以点一点点而已 不敢点太多 本来只有一种 客人说你们有三种丸子 为什么不一起加 叫做三宝面 然后我们就加了 鸡甜甜碗跟香菇碗三种花辣 点上一碗汤面 再配一个乳到入味的 软嫩猪脚 美好滋味成了返香 或是温习回忆的勾选清单 只不过第一次上门的客人 总被奇特的店名给吓跑 对啊 以前小时候说 蛤 哪有鸟鸟鸟鸟鸟 这样 所以说真的 他说我们来吃 他说你不要吃 我说 你不要吃猫肉 我会怕 刚才客人就是想说 你不要给我放猫肉跟薯肉 我不吃那个 我说没有 我那个骨头去变他而已 变变他而已 小时候我记得 我们在对面那个时候 那个小孩子到门口不敢进来 一直叫 我不要吃猫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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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进去 就是外面在那边叫 在那边哭 然后爸爸妈妈哄他以后 才进去吃一口 好好吃 好好吃 这样子 我的熟工他个子小小的 然后动作很快 而且喜欢钓鱼 那个钓鱼的同伴就是说 对他叫尿气 尿气 米南语的尿气 我们直接翻成国语叫做猫鼠 然后他自己来卖面 所以说带尿气也要吃咪 带尿气也要吃咪 带尿气也要吃咪 久而久就变成 带尿气也要吃咪 带尿气也要吃咪 有着百年老店的美名 众人爱戴 民国十年 叔公和阿公卖面 挑着扁蛋沿途叫卖 接着传承给父亲 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代 由陈汝泉扛下传承的重担 代代相传的手艺 不能有闪失 凡事都得小心谨慎 因为我们用的是酥的厚腿肉 然后切成丁块 切成丁块以后 下去倒是把那个肉汁的甜味 把它缩起来 然后再用我们的那个 葱 酥 蒜 扁鱼 下去跟酱油 再去把它焖起来 这是我们把这个浓缩的 这些瘦肉拿出来 再炒 再爆香 爆香以后 我们加入我们的高汤 然后下去熬差不多半个钟头 而同为正殿三宝之一的鸡卷 唯独靠手工制作 才能捏出的完美比例 我要把它搓成圆形 然后再变成慢慢搓慢慢搓 才搓成一条一条这样 我有试过用机器了 但是还是不行 因为里面的料 你要肉跟那个菜这样 平均配合在一起的话 你用机器的话 菜会被滚到后面 肉会在前面 所以起来就没有办法 一个季节里面 有这些东西配合起来 一定要捏得很准 才能都下来 忙着上炉小菜 点心 展前顾后的是老板娘王明金 当初嫁金成家 还只是一个上班族 煮饭 烧菜 完全零经验 但眼前要面对的家业 已经是超过一甲子的老店 因为刚进来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懂 所以就是也是一样 从开始三章记账开始学习 然后这样每天看他们做做做 你一个上班族转行到这个行业来 来讲的话 其实是很辛苦的 因为那时候是 感觉都是真的 你在度那个日子的时候 是不知道是怎么样过日子的 现在回想起来 我们那时候真的不晓得 是怎么样过日子的 但是也就是这样子 撑过来 从小就在店里帮忙的陈汝泉 大小时对他而言 其实并不陌生 对于人生规划 在心中也有过憧憬 梦想与现实的拉锯站 在脑海里一次次上演 当然会反抗 但是你把它想远一点 做什么工作都一样 一种传承的问题 传承的问题 因为你说怀旧是我们老客人很多 来这边吃的有一百多岁的 有一岁的 有在肚子里面的 你在这边工作 把家里的传承把它接下来 能够把它发扬光大 还是一种工作还是一种事业 所以说还是忍下来 一忍忍 忍到现在四十年 有的四五十年前的客人来说 好棒 味道都没有摆边 但是唯一的就是没有那么油 岩世历代传承的初心 累积堆叠的光音 淬炼得尽善尽美 我们一起走 辛苦一起承担 你常常这样跟她说吗 有时候坐累了 很难去搅这个 对 前面都辛苦了 一碗三宝面 蕴藏单纯美好的怀旧滋味 不因时代变化而突然去风潮 反倒是历久秘辛 我觉得很好啊 我觉得家乡的感觉 空气很清新 然后有种连接感情的感觉 古老三合院的夜 无论动静 皆有各自的美 静的时候 点起一盏盏盏烏丝灯 都像板心聚落 到的时候则像今晚 门亭摆满大红圆桌 冰煮静欢 宗扑撒也乐的窜在炊烟里 忙着催生一道又一道的香色 传统的那种 就是家里吃那种古早 古早 用红茶的 那个真的很好吃 完全都不会有 因为我不太敢吃 那个很肥的 就它都不会有 客人反点过 必赞不绝口的阿萨姆茶叶烘肉 是刘正常几样拿手好菜里 做起来最繁琐的 传统的温体三层肉 要靠儿子一早 赶在准备民宿客人的早餐前 先上市场抢到手 爸爸借过手 清洗汤烫锅 再来才是大展身手的时候 我以前是大展身手的时候 我以前是大展身手的 这种情况没有油 那里还多了 还多了 全烫市区杂质 同时也缩紧风味肉质 刘正常在嘉庆冰糖 茶叶焖炉以前 比别人多的 就是这一道工序 农村人家不比十多公里 远的日月潭聚落 有台菜传菜 也尤其是料理能够客人选择 但是既然下了决心 要端出家宴上 不是体面的菜色 夫子俩当然要把 过年过节的大鱼大肉 都搬出来 我其实刚回来的时候 是当邮差 然后她那时候 身体刚好有一个疾病 然后是物诊这样 油要挂了这样 就是物诊是那种 肾脏癌这样 她又也不去看医生 就变很瘦这样 后来就是沉到快 不能呼吸了 才说到台中去洗 就这样了 养气瓶那个 护士说那个可以吸一个礼拜 结果那吸一天就没了 看着老人家 现在下厨说菜 都生龙活虎的样子 根据年前 大病一场的模样 实在有段差距 刘俊豪后来 也是在爸爸身体都痊愈后 才离开家里 到外地去工作 只是没过多久 他便发现了 那颗悬在父亲身上的心 始终没办法跟随他在异地打拼 当然 这边你出去没多久 遇到一些钱朋友 会叫你藏回来 看你 你爸在那边 对 因为他一个人住在这里 比较会捡一些油的东西 回来 喝酒这样子 就是本来就有点酗酒 对啊 所以跟我弟商量说 就是把民宿盖好一个 留在这边这样子 为了要陪爸爸而回家盖民宿 这份念想刚开始 听起来是浪漫的 不过写实的情境却是 他前前后后含贷款 必须砸下一千多万 而对老人家的那一份牵挂 许多时候也掺杂了很浓郁的无奈感 其实以前他们酒驾 比较没有在抓 其实以前根本没有抓 这种乡下地方 大家都很爱喝酒 因为无聊 就是喝酒聊天 他就出过两三次蛮大的车祸 有一次跟我哥要去打球 然后就他说那不是你爸 我说对 他怎么翻了一楼高 在下面我们就过去看这样子 自从刘君豪回家经营民宿以后 这个当爸爸的好像也找回中心了 一方面是得帮着孩子专前顾后 另一方面是浩克热情的性子 总驱使着他 与其天天被游客们追着问 该上哪儿填饱肚子 倒不如自己动手烧一桌吧 这说到以前的人 人家说人家有费的 今天人家来了 人家说 老一辈相间名情都是很中人味的 纵然不寻古法杀鸡仔鱼 无菜单料理内的这几道 也必定是传统大日子里才见得到 好比助寿季组 家庭主妇财猿大动作 费心思完成的红归果 又好比产妇做月子用的食补 麻油蛋汤 这个是你人必吃的 它会养颜美容 我觉得他们的菜 它不是很昂贵的食材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很温暖 好像就是 阿爸阿嬷阿母的 对 独早味 他们的手 阿爸的手艺 总有办法满足游子的味蕾 但其实刘正昌年轻时 对做菜本来是一窍不通的 鲍鱼妻子在两个儿子 年纪都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但亲爸爸怎么也得 学着坚强肤健母制 还记得当年 大厨的第一道菜是煎白昌鱼 虽然那个时代背景无从败施 更没有网络能够谷谷食谱 不过起锅后 也许因为基础跟天分 都是有的 所以在孩子眼里 这个单亲爸爸可是很称职 唯独脱下围裙 家计 教养 学费生活费 一间要独挑的焦虑 才使外人无法体会 出品叫表家常常常说 没得带款 那来举食谱模立 合 genau 也是提前的 然后玻璃 little side 没得带房子 对比方监夜 人家 muted 苹洞生 这些人都演change 诺� battles 我老爷爷都演唱 五岑출 days 用流期费后 也贴开了 三十年过去了 岁月见证 刘振昌不仅靠双手养大一双孩子 也在儿子的用心促成下 圆满了众瓦 老三合院如今儿孙重群 更因菜香饭香 并克饭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